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欢打上海敲马的凯哥 视频每天更新,欢迎大家收看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先看一下第一副牌 上架的牌正好,差一点天敲啊 我的牌一层牌都没有 三进张的牌型 下架还要创业,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我的牌倒是对质越抓越多 现在手里有四对 倒是可以考虑做一下碰碰虎 再抓五条,有五对了 来五万,先开卡器桶的搭子 招花钢酒桶,这个酒桶是安全帐,我们接着打 搞不好上架就是停在条子里的 腕子像是打穿了 腕子像是打穿了 三桶它也不要,这个牌可以断定,商家应该是停在条子里的 抓到四条,我的牌就是门清一上张 对家也停牌了,现在是两家停 抓七条停牌了 腕子上面就三六万这条线没出来过 但是二万出来三个了 这个牌我选择打三万 因为编章卡章大概率是停不出来了 外面停三六万的话 怎么打都是冲 如果是卡六万 那打三万要安全一点 这个牌肯定会有朋友说 凯哥如果你打六万的话 三万是不是就自摸了 并没有啊 这个牌如果打六万的话 就已经点炮给上架了 上架听卡六万 抓花,三条杠开 开心快乐 六个花,二十八分 加个长三十分 这要比自摸还要香啊 看一下第二副 抓个一万进来 我的牌就是一上张啊 这个牌缺搭子 但是我这个搭子 找的只能说一半 再打三条 又碰到下架创业 上一把条子都没做起来 这把算是卷土重来啊 把我要的牌倒是吃下去了 不然的话抓五洞 到时能停牌了 这个牌想去开调编三万 因为对家在做万子 但是想一想还是算了 尽量不失张的比较好 三桶接着打吧 再打一个六条 倒是给下架动了两口 再来条子肯定是不敢打了 再来条子肯定是不敢打了 这可是真类啊 抓花杠一万 提前分账打四桶 下架倒是先替 那这个牌就更加的被动 抓绝账一万上庭 抓绝账一万上庭 绝账三桶在我家 我这个二桶应该不错啊 对家也听牌了 现在是三家听 看看下架听什么 下架是听六九条的清一色 调将 那下架还有一个绝账九条 数量上来看还是我的牌多 还有三张在里面 上加听牌 还在看他的牌有没有 但是他听牌就要点炮了 三个花八分 加个长野十五分 三个花八分 三个花八分 的一蹬 打鼻子 扎的